另外再来看到这个新庄的杀人案 嫌犯是包计乘车逃到花莲 跟游信的网友碰面 那么两人在这个晚间11点多 是到国联五路买烧烤 而行为举止是异常的冷静 连老板都说像一般的观光客 只是呢才刚点餐两分钟 就被骑车的巡逻所长眼间发现 马上呼叫支援警力到场压制逮捕 李姓男子攻击干阿嬤致死 抢走11万2000元现金 去按摩买游戏角色 搭计程车逃往花莲朋友家 被逮后身上剩下9万9 大批警力上前把嫌犯压制 他没有反抗异常冷静 似乎整起凶杀案与他无关 嫌犯公称已经给过死者机会 但干阿嬤还是坚持不给钱 他才会下手行凶 造成死者全身有22处严重伤口 不幸身亡 都很正常 我是看到他手上有那个 好像就是白色胶带 好像两只手 有受伤的 有受伤 两只手都有受伤 离性嫌犯行凶后 回到新庄复兴路的租屋处便庄 再搭乘计程车到林森北路 一家按摩店按摩疏压 结束后又搭长途计程车 一路逃往花莲朋友家 过程中特别使用三只不同手机门号 增加警方办案难度 但就在他以为多顾追捕 外出买烧烤时 当场被逮 发现这歹徒非常的狡猾 曾经变装 多次分搭 多辆的计程车 意图制造断点 来逃避警方的查契 残染持利器攻击给阿嬷致死 理性嫌犯带着手铐脚疗 被以强盗杀人罪 移送地检署 阿嬷不要你讲道 你怎么下得了手啊 为什么这么狠心杀害阿嬷 杨宇你16年 你怎么杀人下去啊 要不要道歉 对自己所作所为 没有一句道歉 他从小沉迷网路 不工作却花大笔金钱 买游戏点数 这次伸手要钱不成 痛下杀手 残忍行为令人不声唏嘘 记者田人墙谭克蒙 新北市采访报道